好,各位恭喜恭喜,今天我又學呂王丹仁講述 新春頭恭喜大家身臟力見和萬事如意 我希望大家一直看節目的時候 一直都可以享受內容更好 如是我問,今天就講一下新春頭的四靈獸 什麼叫四靈獸呢? 在中國的傳統裏面就有四種幻獸 究竟是不是真有其獸呢?都很難說的 有一種呢?一定有的了 一會兒跟大家講講 四靈獸呢?最重要呢?就是 叫做四聖獸 這四聖獸呢?大家都知道了 青龍白虎 豬獸 原武 先講青龍白虎 在中國的傳統裏面 在春秋時候 已經有青龍白虎的存在了 在一個考古的墳墓裏面 就發現了一些鞋骨 鞋骨裏面呢? 左邊就有一些龐 用龐的殼 砌成的一條龍 右邊就用一些龐的殼 砌成一些老虎的形象 變成 左青龍、右白虎 這樣的傳統 左青龍、右白虎有什麼作用呢? 如果在墳墓發現 就有一個保護這個屍體 保護這個靈 死者的靈 一種 吉祥的儀壽作用 這個龍呢?通常呢? 就為之 青龍 青龍的意思呢? 就是它本身呢? 青色 有白虎呢? 就是它的顏色呢?是白色 青龍呢? 講開這個龍字呢? 很多人都認為是中國人的一個 所謂它的圖騰來的 有一個 有一首歌就說 遠方有一條龍 其實呢? 龍呢? 未必一定是中國的 這個 這個 圖騰來的 但是呢? 很明顯呢? 它是漢族人的圖騰 中國呢? 有67個少數民族 未必一定是用龍做圖騰的 那麼 這個概括來說呢 這個龍呢 就轉化間 由最初呢 在春秋戰國的時候呢 龍的形狀呢 就 不是現在這樣 是一條蛇這樣 一條這樣的動物 是一隻豬這樣的動物 很奇怪呢? 那麼我們呢 我們呢 提供一些畫面給大家呢 參考一下 那麼在獄的 雕鳥裡面呢 就看到一些 豬形的龍 那麼 一路轉化到來 到去明清的時候呢 這條絕定位呢 定位呢 到現在呢 今天呢 我們這隻這樣的龍 這隻這樣的龍呢 就很奇怪的 因為它有六個角 六 就是爹的角 有鱗 有蛇的鱗 有爪啊 尤其呢 後來封建王朝呢 就把它變成一些 象徵 譬如呢 黃族的呢 就是有五爪金龍 其他的呢 就 看不到 看不到他的五爪 我 盡量呢 用咪 接近口 大聲一點 跟大家說 不好意思 現在咪很接近口 應該呢 OK的 好啊 那麼 這個青龍呢 就 為什麼是青呢 它是東方 那麼 中國人呢 東方呢 就屬於 木 是青 顏色是青的 那麼 又呢 就白虎 白虎這件事呢 是比較奇怪的 那麼 因為呢 在 現代的世界呢 白虎呢 是一個空肖來的 那麼 我記得呢 我們的 朋友 那麼 那麼 熊金寶呢 我們跟他聊天的時候呢 他說他 小時候呢 去戲班 他一些 北派的戲班呢 做學師 在裡面呢 開班之前呢 就是在開羅之前呢 就要祭一祭白虎的 祭白虎呢 是一個儀式 就是認為呢 白虎是一個傷害 或者是一個空肖 那麼 將他呢 要給那些肥豬肉呢 去餵他 等他吃飽之後呢 他不會那麼容易呢 出來作惡害人 那麼這個呢 後來呢 因為那個 老虎這個形象呢 慢慢呢 變成了 兇惡的代表 但是 早年呢 這個白虎呢 就 跟這個 兇惡無關 反而是一個呢 守護的獸 保障的我們安全 的糧獸來的 所以 我們說是 四零獸 很多人會問呢 究竟 獅子來了沒有呢 對不起 獅子呢 不是在中國本土出生的 他是在呢 最近的 印度出生 那麼 這個 當然呢 獅子呢 在 非洲呢 更多了 但是在中國呢 就 暫時呢 我們找不到一個 歷史的 跡象呢 他是有了 那麼 後來由漢朝的時候呢 才能夠呢 慢慢呢 傳入來 傳入來 那時候 這個獅子 這個獅子呢 不是現在這樣寫的 是老獅的獅 那 這裡呢 大家如果看古書的時候呢 這個呢 比較容易一些 識別 那麼 另外呢 因為獅子來了之後呢 很多人呢 都知道原來這種呢 是 因為他呢 有 品種呢 是來 中國 治藥 那麼 變成了中國都開始 漢朝的時候呢 有獅子 但是呢 不及土生的老虎 厲害 老虎呢 仍然呢 是成為呢 中國的唯一 猛獸 那麼 尤其呢 呢 在中國的 東北邊 華南地帶這些呢 一直以來呢 都有老虎 那麼 那麼 大家記得呢 水虎傳裡面呢 武寵呢 就是景陽剛打虎 那麼 那個老虎呢 他的頭 額頭上的呢 就叫做 吊精白額虎 額頭呢 是白色的 還有這種 神奇的力量 雖然老虎 但是一 埋牙 被一個醉了的 林聰 武寵打到 打的時候呢 武虎幾招呢 出了 尾掃呢 他都不能夠 戰勝 這個 武寵 終於呢 武寵呢 用拳頭 就打死了 他的老虎 好啊 那麼 四靈獸呢 青龍 白虎之外呢 我們就講 豬雀了 豬雀呢 有很多朋友呢 認為他是鳳王 鳳王還鳳王 就是豬雀還豬雀 鳳王呢 就是有五色的 豬雀是紅色的 紅色的雀 那這種雀究竟 有沒有在世界上存在呢 都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麼 紅色的雀相當多 但是呢 好像古人那樣描寫的 紅色的雀 那種 那種 沒有了 那麼 這個豬雀呢 還有另外一隻呢 叫做 蛇龜 蛇龜 它呢 有個特別名堂 叫做圓武 那麼 這隻圓武呢 比較 多些說 大家呢 如果去 佛山旅行呢 在佛山祖廟呢 都會 那個祠堂 在廟的前面有個祠堂 那祠堂中央呢 都可能會見到一隻這樣的圓武 圓武呢 是一條 龜 和蛇 的合體來的 那 那 大家都 都知道了 嗯 嗯 龜呢 就 一個 長壽的動物來的 大大話話呢 幾十年呢 跟人一樣呢 都 未去得志的 那 所以呢 在之前呢 在堂啊 宋的時候呢 龜呢 是一個好明清 那後來呢 轉成一個呢 比較 貶義的明清 但是 實際上呢 在 成千幾二千年之前呢 一路來中國的文化 龜呢 是一個好的 靈獸來的 那 這個 龜 蛇 合體之後呢 就成為了一個呢 靈獸了 靈獸呢 在 中國民間的 體會裡面呢 就變成另外一個呢 巨像 即是說 人格化了的 神仙 這個神仙呢 叫做 真武大帝 大家呢 都或者呢 聽過這個 真武大帝 很多人都拜的 那麼 那麼 也有呢 是有 香港呢 也有一些子呢 去拜真武大帝 是入道家的 同時呢 亦是民間宗教 民間的 信仰 來的 那麼 在剛才說 這個 佛山的祖廟呢 就有這個 靈龜 在這個 祠堂中間 這個 靈龜呢 也是 代表到 真武大帝 真武大帝呢 相當有他的法力 尤其呢 呃 在 漁民的心目中 我們中國沿海 很多漁民 打雨 出海打雨 在心目中呢 這個呢 真武大帝呢 亦是 同時好像 馬祖那樣呢 是一個 保護神來的 他們另外有一個名堂 這個名堂叫做 北帝 北帝拍者呢 很多人都聽過了 在 香港呢 都有很多間這個 這個 北帝廟 北帝廟呢 其實就是在供奉 這個 這個 靈龜 的真武大帝 的 亦是保障著 我們 漁民 出海海源 的 收穫 和生命安全 因為呢 在沿海的地帶呢 這些這樣的 工作 在海上的漁民呢 所謂行船 走馬 三分險 是呀 那我們都要 都要 祝福一下呢 我們 阿賢 阿賢 劉德華 騎馬 跌了 都要工作 他早日康復了 那麼 行船 走馬 三分險呢 行船 為什麼會這麼忌呢 呢 原來呢 天有不測之風雲 人有 煞事之禍福 那麼 回到風上來呢 真的呢 那小小漁船呢 是 很多時候都不能夠 抵擋那些巨浪 巨風 所以呢 很多時候呢 都要靠 上天超自然的力量呢 來保護 或者保障他的 那麼 馬祖呢 林麥女士呢 就是這個 福建的 民間女神 當然呢 扶起了很大的責任 而呢 很多時候呢 大家都相信了呢 這個 真武大帝就是北帝呢 也能夠負起這個責任 那麼 保障他們的安全 和呢 收穫很豐富 收穫很豐富呢 一望千斤呢 就是說呢 他的生意好 是吧 那麼 這個真武大帝有 他的 民間的作用 那麼 那這四靈獸呢 青龍白虎 豬雀元武呢 都分開呢 是四個地方 東、南、西、北 那麼 剛才說了呢 這個 東 東西呢 跟著這個元武和 這個豬雀 就分南北了 那麼 四靈獸之後呢 我們呢 我想補充一下 就說龍了 為什麼呢 因為龍這個物體呢 比較 得意一點 有興趣大家都知道的 譬如呢 十二生肖裏面呢 十二種 都有它的存在的 在現世存在 有雞 今年熟雞 雞呢 有伍德 文武 說他 又能聞得 又沒有得 雞打得 尤其是公雞 又可以呢 最重要呢 是有信 信呢 就是企人邊 一個言那個信 這個信呢 就是說呢 守 信容 有誠信 這個呢 我們現在希望呢 未來特首呢 都能夠有誠信 不要說了 就不是啦 或者呢 說不做就做啦 總之呢 誠信呢 破產有危機呢 就 真是 閉加火了 那 還有呢 他就有人意 這五雞 五德呢 都是呢 今年的雞年呢 應該提倡 大家呢 應該是奉行的 好了 那說回這個龍了 中國人的龍呢 在十二生肖裡面有的 龍年嘛 但是呢 很奇怪 在實際的生活裡面呢 是見不到的 當然呢 也有一些 穿著附會的說法呢 在天空上 曾經見過 一些雲彩像龍 又說拍過照 在西藏的天空 見過這樣的龍 我就相信 很多是幻覺 但是這個 怎樣也好 龍呢 就是一個幻獸來的 不像其他十一個生肖 有它的實體 好了 說回這個龍呢 在中國裡面 也偷襲了很多 中國 或者印度傳來的 形象 它呢 中間有很多轉化 譬如說 我們看到 四海龍王 這個龍王 這個龍王 這個龍王呢 就是 民間的一種 傳說和民間的信仰 也是一種 轉化來的 龍呢 因為它是 中國人的傳統裡面 在雲間的傳說裡面 它是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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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一出現的時候 龍呢 其實跟著 在上高 在騰 雲 架 霧 不是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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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好像現在北京霧霧的霧 是真的 那些霧 就是現在的霧 那些霧 雲霧呢 隱隱約約就可以藏了一條龍 這個 中國的龍呢 因為它從雲呢 雲呢 就化為乳 這個呢 反而很早呢 中國的意識上 已經有了這種這樣的 想法 這件事是很科學的 真真實實呢 真的 雨水呢 是在雲呢 累積之後 就是雨冷呢 它就化為雨點了 那這個呢 相當有它的科學根據 而是真確 那是不是龍呢 那第二個問題 這個龍呢 化為雨之後呢 利益 利益 利及 所有的大地 那大家知道呢 中國人的傳統呢 裡面呢 是一個農業社會來的 大家呢 不要忽略了這個農業社會的生存 最重要呢 你耕種呢 就有水分了 沒有水分呢 你都真是 一乾旱呢 你都真是不用怎樣 謀生 當然其次呢 怕黃蟲 黃蛾 那 而龍呢 能夠調節到 雨水 所以呢 也是中國人 一個很大的恩人 來的 感恩 感上天的恩惠呢 跟龍呢 有關係 那 因而呢 可以聯想到 龍呢 是管水的 管水呢 就有很多種不同的管理 最大的管理呢 就是在海洋了 所以呢 龍王呢 管海洋的主人呢 或者他們的領導呢 都是在海洋裡面的 海洋裡面呢 就有所謂 中國人的幻想 龍宮了 其他呢 魚蝦蟹蝦蝦蝦蝦蝦蝦 就是他那些熟蝦來的 如果大家看西游記呢 也會感覺到一個描述 四海龍王呢 因為中國呢 認為有四面包圍他嘛 都是海洋嘛 那四海龍王呢 在龍宮那裡呢 都是一個非常 輝煌的地方 一個非常漂亮的地方 啊 誰知道就遇到這個舒元空 舒元空呢 就偏偏 不想你 你厲害呢 他就要更厲害的你 因為他八艷嘛 一會兒我們講到 四空手的時候都會講到的 不想你又怎樣呢 不想你呢 就來到作飯了 幹什麼 那麼就聽聞呢 海洋中間呢 就有一支 叫定海神針 那麼剛才都說了 因為天氣的變化 海洋呢 是不測的 很多呢 外國的 文學裡頭都講到 譬如呢 講到 海明威 都講到呢 這個海洋 老人與海的海洋呢 不測 是一個呢 真是 不能夠遇到 或者是 深究的一個神秘地方 但是呢 原來 怎樣可以使海洋呢 能夠 能夠 馴服呢 在中國的神話故事裡面呢 就有所謂 定海神針了 這支這樣的神針呢 一落 海洋呢 馬上呢 可以平定下來 這個管理者呢 當然呢 是 海龍王 但是 孫悟空 不理你啊 有支這麼好的東西啊 阿拉就幫你拿過來 於是 他 聽壯就叫謝 實際上呢 就是奪 就拿了定海神針 成為他的金剛鵬了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故事裡面呢 神話故事裡面呢 都是呢 其實他的意義呢 就講到這個 定海神針 就是龍王 龍王呢 是反而呢 是 沒有啊 法力沒有 悟空那麼好 就讓他呢 搶了一支 定海神針 雖然投訴到 玉皇大帝那裡 玉皇大帝呢 滿天神佛 那麼多 先人 沒有個可以呢 就是 搞得行 孫盈空 在 《西遊記憶成恩》 的著作裡面呢 其實呢 是有如意的 所以說呢 在頭的《西遊記》 頭的十回呢 相當好看 因為他是一個 顛覆主義 何謂顛覆主義呢 就是 什麼事情他們都要反叛 他都要呢 孫盈空呢 都要敢 在這個 封建制度之下 他自己呢 能夠 顛覆了他的很多制度 越是惡的人呢 他越是要 挑戰你 所以呢 不知海龍王 不知呢 嚴羅王 不知呢 天庭 上天 落地 海陸空 三界呢 都被他玩到殘 最後呢 都要被 佛祖呢 五枝山走去修復 那這個呢 西遊記本身呢 有一個這樣的 反封建顛覆的傳統來的 好了 那再說回龍了 龍呢 剛才我剛才說的 不只是 人呢 想他 在海洋 當然呢 海洋最多水 水龍王 那陸地有沒有 也有的 那隻呢 大家呢 見到龍捲風呢 都說是龍來的作業 那河流呢 有河的河伯 但是呢 還未到龍 但是呢 在中國的傳統引申 連井都是龍 井中龍 那我有個朋友呢 他問三世書的時候呢 他是熟龍的 熟龍呢 有十二種生物 也有他的十五種屬性 唉 不幸運了 他剛剛呢 就是十於 井中龍 井中龍呢 就是說呢 那條龍呢 在一個井裡面 框著 又是叫做龍猶 淺水著租客氣 不知道你多厲害到 你這個龍呢 不是發揮到一個 江河大海裡面呢 怕你呢 在井裡面呢 都有排屈 那當然呢 這個是一個 比喻 是一個村座父 而已 我們呢 也沒有見過所謂龍 那麼 比較一下呢 原來呢 西方呢 都有所謂Dragon 這個 這樣的 義獸的 但是很多人呢 都誤會了 Dragon 就是中國的龍 對不起 中國的龍 還龍 Dragon 還Dragon 我們都曾經說過的了 最重要呢 就是因為 在耶教裡面呢 耶穌教裡面呢 Dragon呢 就是一個 惡毒 或者叫虎蛇 或者叫虎蛇 這種呢 是一種 魔鬼撒旦的化身 最早出現呢 在聖經的 《舊約》 《創世紀》裡面呢 這條 這樣的蛇呢 就 引誘了夏娃 我們的原始 在這個希伯來人的文化裡面 神話裡面 引誘了這個祖先娘娘呢 就 食禁果 不止 還要由她娘娘呢 叫上丈夫呢 其實只有一個男人而已 沒有所謂丈夫不丈夫 叫她男人也吃了一份 引誘了犯下了原罪 那麼 後來呢 要得到耶穌來補血來拯救 這個呢 希伯來人的宗教上的講法 也是他們的神話 我們不計 就計 這個 所謂Dragon呢 這個龍呢 就是這條蛇的化身 那麼後來呢 中世紀的時候呢 很多這個龍呢 都化成一個 惡魔的形象 那麼大家呢 我們看看呢 有一個叫做 迪士尼的卡通片 迪士尼卡通片呢 裡面呢 有很多呢 都是要跟龍呢 鬥爭戰鬥的 那麼這個也出於 聖經故事裡面的兩個聖人 一個呢 他是一個聖麥克爾 一個呢 就是聖 聖 瑪麥克爾 聖麥克爾 聖麥克爾 不是聖麥克爾 聖麥克爾 就是 一個呢 他是屠龙的勇士 斩龙、杀龙乃是一个象征 将邪恶杀死 说回这个龙在西方 因为这样在耶教的文化里面 他是邪恶的象征 受到天使长的杀龙使到他的威力仍然低下于上帝 如果大家去过澳门也可以在大三巴 大三巴大家都见过 大三巴的门口正面 这门也没有烧掉 是一个很奇怪的建筑神迹 里面有一个雕塑 就是圣母搭龙头 这个龙也是撒旦的形象 也是当年印有夏威士禁果的撒旦化身 但是圣母马里亚搭龙头表示他能控制到撒旦 能够制服到他 也是一个象征 宗教上的一个很大的象征 那是否所有西方的龙都是撒旦上帝 又并不是 如果大家喜欢踢足球的 看足球的就知道了 我说的是威尔士 威尔士这个国家队 你看看这个国家队的旗翅 它是一条红色的龙 一条红龙 这条红龙还套顺 它的口套出一条 我们叫蛇的口 开叉的那条舌 我们叫套顺 看到它是张牙舞爪 但是它是善良的 它不是一个恶毒的龙 它这个龙不仅是一条蛇 它还像一个兽 像一个狮子的形象 这个Red Dragon 就是它们的旗号 又是威尔士 这个地方 英国的地方 我想威尔士 大家都会很熟悉的 就是这个储君 英国的储君 也是所谓威尔士的亲王 如果再说 当年 如果大家有看过 亨利八世 和他的子女 他们自己皇家的徽号 是把徽号分成四个 这四个 有一个四个 也是红龙 是他的皇家旗号 足以证明 红龙并不是一个奸恶 而且成为一个有皇族气派的象征 另外我们又可以看看 另外一个就是 Black Dragon 黑色的龙章 黑色龙章在哪里看到呢 我们如果喜欢看这个 僵尸片 或者我们叫做吸血鬼片 Vampire Vampire 是真的有这个人 而真实生活里面 是他的祖先 即是他的父亲 是受到这个教皇的特别驱使 颁了一个黑龙分章给他 一个Black Dragon的Metal 那这个黑龙分章是 为什么要颁给他呢 是因为当时的教皇 14世纪时的教皇 也知道奥特曼 奥特曼大帝的国家 即是现在土耳其 这个地方是一个回教国家 他的扩张领土 一直在北上 准备打到维也纳 你知道呢 欧洲当年还是耶教的 基督教的 他征服了人 征服了地方之后 他的文化和传播 就会去到回教 这个宗教上告 这个世纪的最后的文化冲突 宗教的冲突 都是一个宗教的冲突 回教和基督教的冲突 是相当尖锐的 所以教宗 教皇也是赐了这个黑龙分章之后 希望基督教的家族能够率领他们的冲队 这当然是白人的冲队 信基督教的冲队抵抗住 阻止住这个回教国家的北上 所以产生了一个保卫的战争 保卫着的战争 后来也想不到 原来Dracula用一些 非常残忍的手段 去对付战俘和逃避 这个是后话了 但我们说回这个章 这个黑龙章 这个黑龙章 都有它的好处 有它的好寓意 而不是只是Dragon在野教 只是得到一个坏的象征和寓意 但有一件事 请大家非常分别清楚 就是中国的龙 和西方野教的龙 或者欧洲的龙 或者甚至乎 南美洲的龙 或者印度的龙 或者西藏的龙 完全是一回事 有一个笑话 我想说了很久 但新年流流 好像说出来 在谴责这些愚蠢的人 但都要在心里握住很久 在很多人多 曾经试过有一个 教会 很憎恨龙 他认为中国的龙 都是邪恶的化身 他不知道中国的龙 和西方的Dragon是两回事 小见识 没有符 笨人是小见识 于是乎 他对当年的龙年的装饰 他们恨之刺骨 于是乎 集体围起这样的装饰屋 一直说祈祷 一直说驱逐恶魔 其实怎么会驱逐到呢 那个是中国的龙 根本就不懂西方的撒旦 直战到西方的撒旦 他就读得书少了 没有符了 听节目 那是有他的好处 最后我都想说说凤凰这件事 凤凰这件事 大家可以看看资料 凤其实是男性 黄就是女性 凤凰这件事 凤凰加起来 可能是描写着 一些幻兽的飞料 他是五彩的 这种飞料 这种飞料 也不是经常会出现 也是在太平盛世的时候 和在这个 有圣人出的时候 凤凰之落 所谓凤凰无暴不落 是吧 但是现在很多时候 那些人就把龙 配进去凤 龙凤配 这个可能出于 这个萧氏 和他公主的老婆 成龙夸凤 就升了仙 做了神仙 这个秦牧公的 太子女 这里 这里又有一些 题外话又说给大家听 何解 我们皇帝的女儿叫公主呢 为什么不叫帝永主呢 叫公主呢 原来最早的时候 这个皇帝 如果要做他的 女儿的主婚人呢 他呢 他呢 就会委托 周朝的天子呢 他会委托 有同性的 高朝公主 就是主婚人的主婚人 所谓什么公 和秦牧公 那些公 公儿八子男的公 来做主婚的 所以 她的女儿呢 因为要由这个密密公的诸侯来作主婚人 所以他们叫公主 皇帝的姊妹最初在汉朝的时候封棍 之前封丸也试过,丸主也试过 皇帝的姊妹就叫郡 郡就等于现在差不多一个省 所以叫郡主 和皇帝亲生的女儿有不同 当然后面还有长公主、大公主这些名行 我们暂时不能够长进地和大家说 总之公主的名行是这样来的 好了,又说凤凰 凤凰另外有一只鸟我相当幸运看到 这一只鸟叫做鸾 鸾凤和鸣 我在哪里看到呢 我在台湾外商溪的一个没什么对外开放的博物馆 这个是大画家张大千的故居 叫摩耶精舍 现在大千已经去世了 他的梅重的坟墓都在博物馆里面 那里面就自养了 我去的时候就是大千去世不久 所以他那个所自养的动物呢 他家里就像动物园那样 很多珍禽耳兽 他我是写生的 其中一个就是鸾 那这一鸾走到我脚下 我也不知道差这一脚去 他就像一只火鸡那样大的一个鸟鸟 我相信他是不晓菲的 因为他身体挺重的 全身黑毛 但是黑毛黑得来很滋滋 不是像我们现在看到那些黑 这样黑沉沉 是黑到滋滋 黑到滋滋的一种小鸟 鸟的头像一只鸡头一样 身体比较壮大 两只脚在地上走得很快脱 很多人都说鸾鳳和鸣 但是鸾是真有其物 鳳我真的没见过 鳳是什么都没见过 鳳听闻是男性 鸾是女性生蛋 但我又没见过鸾生蛋 应该保留这个鸾 当时我们也认识一下 当然了 张大千最出名的猴猴 因为它属猴 那这个魔尔精舍 也有黑色的长臂猴 当然困在笼笼里面 但是很活潑 非常生满 大千也是拿着黑色的长臂猴 来写生 它画了很多只熟性 它是熟猴猴的 这样的角画 摩耶是什么呢 摩耶精舍 摩耶就是佛祖的妈妈 生佛祖出来 所以它用了纪念佛祖 因为它是学佛的 所以用摩耶精舍这个字 好 那龟呢 刚才说到四龄里面 有一只叫做龟 龟是不是很长命呢 事实上有时 用三个字来表达 叫做不知连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小的时候 行青山公路去旅行 那时候青山公路 进去元朗青山 相当远 不是说现在踏西铁 含一声到 23分钟左右 真是熬一天都熬不到 去到当年青山公路旁 有一个叫熔龙别墅 这间熔龙别墅 是海六空 这个听闻 是一个陈姓的士头 即是六角酒店的老板 所害的 用龙别墅 其实是一间别墅之外 还是一个花园酒家 可以在里面吃一些 进餐一些 真修百味 而且里面 还可能有机会 可以租房间住 当然没有现在那么五星 但那时候来说 相当之豪华 出名的 熔龙酒店 熔龙酒店最出名 我记得就是那只 千年龟 它在前面 熔龙酒店之前 在空地泊车里 有一个池 这池是干池 即是没有水 水很大 里面自养了一只 龟 这个龟在我小时候 觉得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小孩 我们七八岁的小孩 都容许 那时候没有那么多 安装的 都容许 我这儿 就站上去 龟背那里拍一张照片 你想想 龟有多大 龟壳有多寬 有多大 可以用一个 六七岁的小孩 站上去 原来拍一张照片 爬上去 都仍然有很多空间 有些差不多几兄弟 姐妹一起站上去都可以 即是说 这只龟 龟 龟壳一龟 相当大 那问其年纪 就没有人答不出 我太者 起码 那些人说过八年 龟有没有八年的寿命呢 所以龟为长寿呢 也是这样的引申出来的 其实 从 当时人类来说 人反而没有八年的 在那时候 七十都古来熄了 八十已经是受庸 一个很长寿的象征 龟是比人更加长名 所以很得到人的尊敬 其实 其实 动物里面 大笨象都很长寿的 大笨象可以去到成百年 很长寿的 不过呢 不幸 象呢 因为它有队 漂亮的牙齿 所以很通常都被人狩猎 尤其在 这个非洲 好 那么 濫杀呢 这个大笨象呢 这个牙呢 用来做一种呢 挑补呢 也是通常所见的 是 禁止了 现在象牙呢 是禁运了 不能够用呢 那么 那么 除非你有出生子呢 是五七年前呢 那么 还有很多时候呢 是见到那些叫阿玛 那麦麻呢 这种动物呢 就是史前至出现的 那麦麻呢 其实呢 它是 一种呢 野生的 大笨象 大象的别种 牙呢 特别呢 弯曲 而且 全身呢 都是 毛来的 它是在西伯利亚呢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最多 那它已经住了 那 很多呢 埋藏了地下呢 冰雪的地下肢 里面呢 可以找到它们的鞋骨 和最重要是找到它们的 象牙 很多呢 它的 Mama的象牙 瑪雅的象牙呢 都是拿了出来呢 用来做挑补 代替了象的 象牙的 所用的 但是这种因为它做了种 所以没有残杀它嘛 所以呢 反而是准备贩卖的 就是这个象 但是中国人很奇怪 四零里面呢 是没有象的 十二生肖里面呢 也没有象的 但是呢 中国人呢 造字里面呢 就经常有个象 哦 我们见到 刺了 就是象了 印呢 印象 当然现在你说呢 印象的象 就有企人鞭呢 其实最早期呢 是 由简化变了繁化呢 多了呢 这个企人鞭 这个象呢 就因为当年呢 在中国呢 是发现最大的一种呢 禽兽 所以呢 变成了呢 它是一种呢 象征物来的 又讲到呢 象呢 很奇怪 象呢 我们现在常常说 捉象棋 象棋其实呢 并不是是中国人法令的 国际象棋更加不是呢 中国象棋呢 考据过之后呢 这个象棋的象棋呢 原来都是印度传来的 那么中国人呢 也就是在这里呢 做了它那个 象棋的一种下手 是的 好 那么 ok 那么今天呢 差不多时间了 那么 跟大家讲这么多先 因为呢 新年流流呢 肯定要公祝大家呢 再次是 要有一个呢 很好的新年呢 今年是熟鸡 鸡呢 鸡呢 又很奇怪 在中国的 禽兽里面呢 它呢 不是一个呢 四零 是零兽来的 但是呢 中国人呢 就讲到这个 这个鸡有五德呢 那我约略呢 可能在这里讲一讲呢 呢 何谓鸡咪酒了 那因为呢 鸡咪酒这个三个字呢 就是由英文得回来的 啊 我们叫它做 cocktail 真是鸡 红鸡的味 为什么叫鸡咪酒呢 原来当年呢 在美国 这个是美国的发明 美国呢 曾经在这里呢 是禁酒的 如果大家看过呢 这个 电视剧集呢 都看到了 李斯探长呢 都四围通緝一些呢 这个 呃 自己做酒的 不是做假酒的 做真酒都犯法 做酒的酒商都犯法 在禁酒的时候呢 这些酒吧仍然要开的 那酒吧呢 就卖的酒呢 就要mix 就是混和的酒 它怎么混和呢 它说呢 它说 它混了很多果汁 混了很多水分 混了其他液体 而呢 冒充是酒 那所以呢 实际上里面呢 有没有混和酒 这些酒精的东西呢 有 当然有 那但是呢 说出来呢 它当不是酒 是一种 混和混和的产品 这种产品呢 它名其 鸡味 Cocktail 那有一些说呢 那些 做生意的 那些酒吧的人呢 相当 醒目的 他呢 在第一杯Cocktail 给你的时候呢 他呢 放了一些装饰 那这个装饰呢 就是用 鸡的味 的毛 来装饰住 那这个呢 也是引致到呢 变成Cocktail 这个名 的来源 就算 那这样说 那后来呢 慢慢 酒禁呢 酒禁呢 解除了之后呢 Cocktail 就真是名正言顺 用酒了 那用酒的 大部分的底呢 的酒底呢 都是Rum酒 或者呢 后来呢 Walker 用Walker 用松枝酒 用Gin 混合了 混合了 一味熬 熬熬熬 熬餐死的呢 很好喝 又加上果汁 有时调水 有时 甚至乎加汽水也有 那就成为一种新的品种 这个品种呢 在西方来说 都不是很久 几十年 就叫Cocktail 但是Cocktail之后呢 这个鸡尾之后呢 这个名称呢 也慢慢化成了一个 用的名称了 这个名称呢 这个名称呢 就是说混合 那意思 譬如现在呢 医治外之病呢 那种呢 叫做Cocktail 叫做鸡尾酒式治疗法 所谓鸡尾酒式 就是混合了很多药 那意思呢 那现在呢 鸡尾这两个字 就成为了 混合的意思了 那么 最出名呢 在香港 不甘后仁呢 大家记不记得呢 你有吃过一种叫做鸡尾包 鸡尾包呢 只为鸡尾包 不是真的有一条鸡尾 不是真的吃的鸡尾 放在包里面 而且呢 它是有很多种呢 材料 混成的 最终的时候 在50年代 在香港比较穷 于是乎呢 食症的包店呢 尤其是西方的包里面 有很多糖衣 糖的椰衣啊 或者呢 一块块製成的糖啊 等等 30糖等等 那呢 就不舍得放的 那呢 就不舍得了那个皮呢 就拿了个馅呢 我去混合 混合 混合呢 就变成了一种呢 我们说叫混合了 混合呢 它为其名 就为之 就是鸡尾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就 在吃的那种叫做鸡尾包 就是这样的来源 当然呢 经过几十年之后呢 二三十年之后呢 没有人再需要用 剩下的物资来做鸡尾包 混合它了 真真正正有它自己的馅 但是它的名字呢 并没有失到 仍然叫做鸡尾包 这个呢 这个呢 香港一个呢 自己 应用鸡尾的 一个名词了 好了 今天差不多 那单人讲述呢 希望大家都喜欢 我也希望呢 大家新春呢 健康愉快 祝各位呢 听众 身体健康 万事胜意 恭喜恭喜 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再和大家 如是 再见 真是呢 再三恭喜大家 拜拜